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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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里面所有店家的资讯一一列出来 里面的所有师傅他们做什么事情 原因是因为我们每面提供这份地图 想给一般民众不只是设计师 因为设计师其实都知道 做过铁都知道这条街 那一般民众如果假如 你想要做一些特别的家具啊 或是一些铁制品呢 去这条街就没错了 因为里面的师傅非常非常需要大家的资源 因为一般今晚那条街都不会进去 因为它离林夏也是很近 大家都去林夏也是逛街 但那条街大家觉得 其实我们用比较多彩的形象呢 去跟大家共通 其实铁不一定是欧臭的工作 那它应该是有一些有趣的面向 大家不要有这么有距离感 可以去跟那边师傅聊天 他们也是很有善的 那甚至你想要做一件两件都是可以的 也不是要大量制作 你自己家里想要做什么东西 都可以在那边制作 那你手上的这个东西又是什么东西 其实产品太多了 那这次我只是做一下 就是我们这次跟那个铁师傅 合作一个很好很有趣的组件 那组件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在我们展区可以看到它完整的样子 那这边只是一个part 那这part其实看起来很无聊 但是它可以连接所有的脚缸 大家知道脚缸零件吧 大家在长长盖在看货运的 就是仓储不用得很便宜的脚缸 那它有三方面的锁 它提供三个方面的应该算是结合点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零件组合任何的脚缸和脚材 所以让脚缸的家具啊 变得还蛮漂亮的 如果你对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展区去看 好 那我知道你先前就是以新台凳 就是圈凳这个商品 已经在米兰在国际受到非常多人 国际界的瞩目 那也是因为这个展品新台凳 你已经被列入台湾之光设计师的名单当中 那基于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你的优异的表现被看中 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你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不要讲台湾之光啦 因为太多光了 对啊 我觉得其实那个是我带来研究所的时候做的作品 所以我的这间公司蛮特别 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就成立了 就是误打误撞成立的 那也是因为有政府的资源 那时候做这个议题其实蛮特别 因为那时候是台湾第一次 以国家的力量去做在米兰做展演 那我就在想说 那时候学生我的定位是什么 那台湾的设计家具又是什么 因为你这样反观回来 台湾并没有太多耳熟能详的设计家具 因为我们历史因为被打断了很久 大概你去故宫看嘛 故宫的东西大概到清朝 你说民国以后的东西是长怎么样 那蛮特别我一直问我自己一个问题说 我们的子孙问自己问你说 爷爷你那时候的东西长什么样子 你说其实跟西方人一样 所以我回去 我那时候蛮反古的 我开始回来看说 什么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看到的东西 常看到的家具那就是那些塑胶灯 那个是毋庸置疑 因为越容易被忽略的东西 越代表这个文化的根本 那那时候又很特别 因为我们要去米兰这国家 很陌生 而且又是国际设计之都 最大的展演 那他们对东方的印象是什么 那就是停留在那种古董的东西上面 那个他一直觉得东方美就是旧的美 因为我没有新的设计 所以他觉得旧的东西才是最美的 所以我那时候有点挑战性的做一个 就是他跨越材料 一个是塑胶 一个是木头 因为以前官茂仪呢 也是象征地位的象征 所以一个是庶民化跟高阶文化 所以他也穿越历史和时代 加在一起 所以为什么被讨论原因 是因为他好像是一个 一把野火 就点下去 发现大家觉得 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 到底什么是我们现在 什么是我们的过去 我们要面对现在呢 还是一味的往过去走 那什么是我们文化 什么是我们的根本 这事情就会重复被讨论着 所以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 那时候坐那个椅子 会被讨论的原因 那 为什么你叫霹雳吧 可能那时候记者媒体就说 你叫什么英文名字 那 我就说 我原本叫Chris 但是我从国中到现在都叫霹雳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别人给我取的外号 也不是特别爱看霹雳布袋戏 然后媒体就觉得 霹雳比较好记 因为不会有重复的人 所以你就说OK 你叫霹雳舞好了 所以就定义到现在 去变霹雳舞这样子 OK好 你刚刚有提到说 就是去把生活里面 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东西找到 那我觉得你如果要去找到生活里面 那个特别容易 就是经常被忽略的东西 那个必须要你在观察的 那个眼光是特别独到的 那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观察生活 去生活里面找到这些 很容易被忽略的东西呢 其实我觉得设计师本来都是 很会观察东西 他通常就是 就像作曲家一样吧 因为常常我举很多例子 就是说其实很多音乐 你听起来很现代 但其实它来自于 它的鼓或是它的旋律 都来自于过去 那很像设计师在取材 那厉害的音乐人 他可以点石成金 你看很多国外人 在做音乐的方式 他们回去翻黑胶唱盘 就说这个鼓的旋律很棒 这个sample很厉害 我觉得他们有一个sampling sampling就是把这段结语出来 那我们用信赖的方式 再重新演绎一次 对 这跟东方的人 做创作方式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常常会 从零开始 我们常常要改一栋房子 先把它拆掉再重建 但是欧洲人 他们喜欢就住老房子 他们可以延续他们的东西 所以他们东西会有脉络 所以我觉得这些设计师 为什么喜欢去观察的原因 因为我们已经在历史上 很难找到连结了 所以我们必须从 街角开始 去找寻生活的足迹 但是你说那个是文化吗 我也不知道 我反而比较觉得那是观点 因为 讲广义来讲 我觉得华人这个事情 是比较适合大家来讲的 因为 华人有很多地方有华人 大陆有华人 香港有华人 台湾有华人 但是其实大家 所思考的议题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观点不同 因为生长环境不同 所以这个就回来我们的街角 所以我们常常观察街角 你说台湾铁窗是不台湾文化 你觉得是不是 是 我觉得是 但我觉得不一定 因为 为什么我这样觉得 原因是因为 台湾文化现在因为没有任何的历史的脉络可以寻 所以会变成三成城府的状态 对 第一个人说台湾铁窗是台湾文化 第二个人说是 第三个人说是的时候 第四个觉得就是 蓝白拖鞋也是 你觉得大陆没有蓝白拖鞋吗 你觉得其他地方没有蓝白拖鞋吗 其实不是 这都是炒作出来的 所以在没有脉络的状况下 设计师需要去发声 去重新建立 这也是现在设计师 为什么想要去找寻的题材 因为 我们跟以前人离很远了 所以 这就是我常在做 我的设计品上面 常看到一个状态 就是一个矛盾的状态 就像那张椅子一样 它不是黑也不是白 因为它来自于历史 但是它又来自于现代 它反而是比较 停留在灰色的地带的 我觉得最派上反而不是黑 也不是白 但是灰色的感觉 是我一直追求的感觉 那这样听起来 我会觉得 似乎你对历史文化的传承 是有一点使命感的是吗 其实 这可以调论到 我这次展出的另外一个作品 这个是我在 无名系那个计划 所做的一些尝试 那这个是第一个sample 那这个是我们团队呢 我们叫无名市 有趣在于说我们去阴哥 阴哥是大家所熟知的陶瓷重镇 对 那陶瓷产业里面很重要的利环 有一个是花纸 什么叫花纸呢 就是上面所贴的东西 它其实都来自于非常传统的东西 那 以前大家买的花瓶 以前买的那种神坛的那些瓷器啊 现在人都没有在买了嘛 对不对 因为历史还有脉络 我们到现在 大家比较喜欢极简的东西 对 所以那些花纸呢 就一直累积在那个地方 对 所以它有很大一面墙的仓库 那我们设计师呢 把那些图案都挖出来 重新再看一次 就说 这些图案到底是 没有用了呢 还是还可以继续使用 所以我们设计师开始在上面 做了第二层的变化 比如说这个变成漸层的青花 那你在那边展区 你会看到我们 把那个历史的一些 没有药的花纸 我们藉由现代设计的手法 用颜色和几何的图形 做不同的变化 所以你在那个实际上 很像看到那个塑胶板凳一样 它的新旧之间 其实这次 我们做的Untitle Project 无名师计划 它的意思就不是只是传承 因为也不是穿新衣 就是我们这次做的东西很多 就像这个杯垫 这个杯垫其实是很简单的技术 那也是代表无名师想要做的事情 设计师跟前人是5050的等份 所以你把这个杯垫 放在桌面上的时候呢 它一半是有颜色的 那个是设计师介入的成分 一半是原来的材质 比如你放在木头上面 它这个透明的地方就是木头 你放在石头上面 透明的地方就是石头 所以这故事是不是我在讲的 是说是大家去完成它的 是你和设计师 所以不是完整设计师 完整介入 所以它不只传承意味 它是在继续往后走 甚至有更新的形象 甚至有更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我觉得 不管任何设计的结果 都是历史的过程 所以我所做的设计 是给未来 甚至过去的一种讯息 这是我对自己设计的定位 OK 好 你这个提到 那我就要问你了 对于霹雳屋Design 这样的一个公司 你有没有更长远的计划 因为通常创业人都比较随性 想到什么就要做什么 看到什么就要做什么 你有没有比较长远的计划 有没有想过要真正把你自己创造 或者是说 累积成一个更霹雳的霹雳屋 我觉得霹雳霹雳不是自己在讲的 应该是 就像这个一样 就是可能是外界给我的观感 那我觉得我自己 给自己有一个很深的 应该算是目标 因为我从高中到现在 其实都一直在观察 台湾的状况 设计状况 然后包括我大学也是 为什么会这么突然想要做这个事情 跟文化有关 原因因为 我在2008年那年毕业 其实你在新一代设计展 是看不到任何有关文创的 很少 几乎没有 文创真的是五年来 五年差不多 就突然变这么的火热 那我那时候看到很多 国外家具品牌 就看到一个报道 他就是可能某某 名牌的家具品牌 在台湾集定开了 很多人排队去买 然后我就很好奇 我就看那个家具在做什么东西 它是欧洲品牌 你说 其实里面很多东西都是东方的元素 那我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说 常常问自己为什么啦 所以才会这么多 奇怪的事情会蹦出来 说这很像西方人在画水木画 然后我们买了下下就有那种感觉 所以到底什么是自己的根本 我们是不是自己都已经 漏掉很多部分了 自己都不知道 去年 法国有一个巴黎的一间店 叫Mercy 它是算是很棒的一间店 应该算是一个指标的生活杂货 法国 现在大家喜欢 台湾喜欢工业感的东西 或一些仿古的东西 loft的东西 他们其实几大层 那个地方都在卖 都有 他为了那个板凳 他做了一个台湾设计之中 台湾设计 算是台湾 他叫台湾Design Tiger 也是设计之中 连线去举办的 然后从台湾空域 塑料板凳去法国巴黎卖 你很难想像那个场景 你懂那意思吗 就是其实 有一东西背景和历史 环境一换 它的历史定位是不一样的 就好像我们喜欢买 巴黎的路边 跳舞市场的东西 在台湾可能多个零 但是我们塑料店在那边 也是一样多个零 所以 蛮夸了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文化 甚至 我也根本标是希望说 我们想要复兴一下 什么是现在的华人的事情 我们怎么样从立足台湾 去放眼世界 那我们给 更多后辈 我也不算前辈 但是我觉得我们是 现在已经终身代了啦 包括很多来看这一周的一些年轻人 有什么样的火花 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不要 不希望这个东西 只是一时的火热 比如说五年 六年就结束的事情 因为历史必须传承 甚至有更新的 或打破我们 都可以 因为我觉得历史 就是要不断的更新 再造 那怎么样保留 好的 怎么样去逐坏的 去重复的 去反观自己 去考验自己的东西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当然 很多人去国外念书 也是因为那个学校 比如说你去武藏人大学念 或是你去千业美术馆 千业大学念 可能是因为深得之人 是读那边的 但我在想说 其实我一直鼓励 我们七年级的说 有些人说 我现在要出去 洗一个学历 我说不要 你很优秀了 你没有必要这样做 我们这辈可不可以串通好 我们都台湾的 真的就是 土山土长出来的 设计师 我们可以参加国际上 跟别人沟通 那是不是未来 台湾的教育 就可以被认可 设计教育这件事情 因为台湾现在设计教育 其实蛮乱的 教育一直被抨击 然后很多学校一直开 那我觉得很多事情 我们都一直在骂 但是是不是用行动来证明 有些学校和教育 是可以走上国际的 那是不是这些学校 说明你还有外国人 会因为你来念呢 我觉得这对自己的看法 就像你对塑胶灯的看法一样 你觉得那是垃圾 它就是垃圾 你觉得它是杂货 它就是杂货 你觉得它时间上面 定在卖的东西 它就只有那样的角色 所以这是我觉得 非常非常重要 也是设计师 必须稍微介入 甚至观念改 就像北电这个事情一样 或是那个清花纸一样 它只是一些观念的问题而已 那它其实有不一样面向 甚至有更新的成果 展现给一般大众 好 那最后一个问题 是想要问你的是说 我们大会的主题叫Unlimited 那就先 就最后就是来说一说 你今年的展品 跟这个大会主题的连结 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呼应大会的主题 呼应大会主题 Unlimited 这个字其实我觉得 非常非常多意思嘛 就是无限的意思 那我觉得 我这个 我做的一个案子 是新陈介 比较特别 因为他在那个地方 其实我一开始进去 是看不到希望的 因为那边的师傅是 因为房价长 他说 他有时候也不愿意曝光 因为我们跟一些团队 有帮他拍纪录片 他就说 不要啦 我这边是可能违见 警察会来之类的 但是 你在那边看不到希望 但是 没有希望就会感到绝望 因为他们就觉得 我也不要传承了 因为那边有一个 很老的打铁师傅 叫阿龙 他大概八十几岁了 他最近有一个 很大的新闻是 因为某些原因 他找到传人 找到一个二十几岁的传人 我都蛮替他高兴 他自己也很开心 因为 我们有一个影片 如果上网能看到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好像每个人 他就说 他就很好笑 虽然他现在还带那个呼吸器 他还在坐在那个地方 很像招牌 然后他就说 这东西学不完 到现在还在学 所以这也是呼吟 unlimited的这个事情 是一个城市对一个工匠 和一个一条街的文化 的看法 我们怎么样再重新给他希望 甚至他有更无限的想象 因为 就跟文化一样嘛 因为就像我去英哥找的那些 不要的花纸 或不要的花色 他其实 没有设计师来点缀 他就是有限的 他就是 没有未来可以 可以发展 那我觉得设计师 非常非常重要 他可以回去 去看什么是可以用的 而慢慢去延伸 他在现在的意义 他就无限想象的空间 新人界这次我们去合作之后 我觉得希望一般民众 也可以过去看 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毛对 因为人进去 如果像迪化街一样的话 我觉得就很可惜 因为就变观光客的地方 那边房价就突然涨 原地主要出去 那个园艺又不一样 所以也是两面认 所以 我们来试当的说 其实你需要做东西 你可以去试试看 那不是去观光的 那你实际去找那边师傅合作 因为在台北的市中心 竟然有这条街 是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的 因为 我每个国外设计师朋友来 我带他去看 他们都非常非常羡慕 因为 在比如在伦敦 他们要做个铁东西 他们可能要开车两个小时 才能帮他找到第一个铁匠 要不然就自己做 对 但是在台北 你骑机车半个小时 就到了 欸 菜户 帮我挂一下 他说明天我可以拿这个样品 我明天是要 客户要给他看的 然后没问题 你明天就来拿 然后说 欸 这个行不行 就是半个小时之内就知道了 他们是两个小时 甚至那个铁匠 很老了 可能一个礼拜之后再来拿 也有可能 但是 这个资源对我们的文创业子来说 是非常非常 快速打样的中心 因为你要做量产 可能那边会贵 但是你可以做第一个东西的时候 去找适合的量产的中心 他们会变成技术顾问 所以 那条街的想 我觉得那条街的未来 是无限的 有无限的想象的 只是你愿不愿意去发掘它 就像是铁窗一样 就是那种东西就是 你随手可见的 但是经过设计师 点击之后 人又讨论 它就无限的可能 是 OK 好 所以感觉得出来 霹雳屋是一个非常有野心 野心 企图心 我们说企图心 企图心非常强大 然后自信心非常饱满的一个年轻人 那我们希望 你在将来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然后可以真真正正正做到 你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霹雳人 好不好 谢谢你今天来到我们的 GC Open Studio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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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